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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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冰对冰 冰 冰 我不会 联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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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yeah 又来到多义集 淘宝开箱 然后就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今年年尾叻 我将会出国 去韩国 那么自己跟谁去韩国的这个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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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也是因为我去韩国 所以那时双C的时候 我就在最后的一个小时 我就剁手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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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装的东西 然后我前几天在Instagram就问大家想要看怎样的穿搭 所以我发现你们很想要知道 Tagwear的穿搭是怎样的 由于淘宝上面有非常多 很帅到不要不要的这个Tagwear 我不知道要买什么 所以我今天就交给你们决定 看了这个影片过后 你就跟我讲你想要看我买哪一个 回来做穿搭 OK好现在马上开箱 开我的冬装 这整个行李箱就是我买的冬装啦 这个是我在装饰的时候 零十零仅给我抢到一个 一人只可以买一件的这个冬天的大衣 然后其实我买的是女装 但是它非常的好看 因为我看到很多韩国奥巴奥尼 他们只能穿这种all black 整个阵子的这种冬装衣服 它的质感其实是蛮好的 手感很好 然后其实我一到的时候 我拆开我就拿一穿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舒服的 这东西好像一百块都不过一件 然后这件大衣 其实它是在它的帽子那边有那个羽毛的 这个羽毛我就觉得它的质感没有那么的好 它整个看起来有点质质质的这样 反正你不装那个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我就把那个舍弃掉了 其实我买这件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的白搭 它里面不管你是穿all black也好 你穿formal也好 你穿semiformal也好 这个东西一定可以动画整个人看到很好看的 因为它是黑色 白搭 下一个 然后这一件呢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哎哟 它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这个荧光青 它给灯打下flashlight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反光这样的feel 它非常的帅 还有很多小细节 你可以穿一个这个 然后你配一个毛帽的话 它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下面的话呢 因为它是青色嘛 所以你可以配一些牛仔裤 我觉得是非常有一种vintage的feel 但是它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是 它有点肿 比我想象中肿 我已经买了最小的size 我觉得肿还不是有最大的问题 最大问题是在于它这个领这边哦 有点太高 所以就看了我没有紧了 好像好像无鬼 所以我觉得在去这种冷天的地方 除了买大椅之外呢 因为你要节省你行李的空间 所以你不可能一直在买大椅的 你需要很多这种内搭的衣服 就好像可能这种长久衣啊 或者是这种turtleneck 没错啦 所以我就趁淘宝双十一时候找了 两件 偏幼好看 的这个turtleneck 其实这个很多家店铺都有在卖 我觉得 应该都差不多 我买了这两个呢 我觉得是 质地是不错的啦 所以这种衣服它非常的百搭 怎么样百搭呢 你可以单穿一件 外面再搭配多一件poo over 就是 卫衣 或者是hudi 可以现在很流行这样穿的 hudi里面穿一个turtleneck turtleneck 非常好看 之后就买了两个颜色 黑白 永远不是最容易搭配的 接下来这件是我非常喜欢的 DAMM 像不像韩剧里每个oppa都会有一件这样的衣服的 非常好看 它是完全可以单一这样穿的 这件衣服它其实很保暖 然后它比我想象中的长 我是买最小的尺寸的 所以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应该会把它塞起来 因为它有点太长了 穿衣服 我之前讲的黄金比例 一部比MC square 你的衣服呢 一定不可以过你的pubber 不然的话就不好看 然后也要看你的pubber到哪里了 然后呢 因为我想要去到韩国的时候 可以拍一些lookbook这样的feel 所以我就开始 选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然后我看Alfred 整天穿那种很影的 叫什么 yoji style yoji hamamoto 我觉得你上淘宝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黑暗风 yoji style 它讲的yoji 就是这种yoji 它就可能是裤裙啊 或者比较日系 阔腿的这种西裤啊 功夫裤啊 等等的 然后它有那种可能是 黑旗袍这样的 这样的衣服 所以我就选了一件 清清清 其实这一裤子非常的美 因为它的底条很好看 它是前面裤挡这边哦 有多一片 然后 然后这一边才是 裤子的裤脚在这边 所以它看起来就好像 有点像 SAMURAI SAMURAI 旁边不是有两个都很顶的 很像SAMURAI 但是 它 真的是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应该穿不到这东西 这东西 我应该都是送给 Alfred的啦 呵呵呵 这东西的 嗯 质感哦 是很好的 因为它很舒服 而且穿了不会刺刺 它也不会臭 没有味道 然后我知道你们常常都问我 平时在淘宝上面 看的是什么店 我去什么店家 买比较多 所以今天我会给你们分享 三到四间 我最常买的店 首先我最常去 买的那间店呢 叫做MP Studio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 稍微提过 MP Studio的 这个创办人呢 它是一个网红啦 其实 然后它的MP Studio 有分 男装 和女装 里面的衣服其实蛮 韩系的 但是它的价钱其实偏高 就像我常常讲的 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的 你很难 expect 它回来的 quality 是很高的 这样在MP Studio 这边呢 我会说每次买回来的 这个满意度是差不多 70% 因为它的 quality 一时一时的 有时很好 有时很不好 我买了它 将近最少有买了 10到12样东西 目前 可能只有两三样 是我不喜欢的 OK 所以MP Studio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另外一间 我很常去 东西属于便宜的那间店 叫做 港仔文艺南 我相信很多人都懂 这一家店的 那么这家店卖的东西呢 我会比较 建议说不要买T恤 因为T恤的 quality 很差 但它这边的PoloT恤衫 是OK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港仔文艺南 第三家我常去逛的店 叫做 崔布局Studios 这位店家呢 他本身也是很OPASA 就是韩国人来的 他这家店是 人系的店铺来的 蛮多人在这边买东西 他卖的东西是非常韩国feu的 我不知道哪里进货 但他的东西其实是 很韩系的 不管是他的细节上 或者是 它的 quality 它的质感 价钱也是偏贵一点点 目前这一家是我 买了那么多间 最满意的一间店 它东西是OK的 成正比 西装也可以 西装铺也OK Good 那么我知道这边很多女生也 问我 有没有什么好的淘宝店铺 可以去推荐 所以 Vivian常常会推荐一些便宜的店铺 那么我本身就没有太去寻找女装 但我知道 有一家是网红店来的 他的店主本身是网红 然后他的店的东西是蛮 草蛮 很走在时尚 尖端 时尚最时尚的 他的店就是 FF Studio 他也是有 FF Studio是女装 然后他有一个是 FF Studio Man 是男装 那么男装的东西 这边一起开箱的那一个开箱影片 那时是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那一个影片呢 我买了一件很美的 这个蓝色的 蒙沙的衣服 就是在这边买的 非常好 而且价钱也是比较偏贵的 然后 他也是有做试剂的 每个技巧一直在换 他有不同的衣服 而且他的东西 就不只是很韩戏 他其实还蛮 London style的 OK 你们可以看这本照片 其实他是非常 有大品牌的Fun 所以如果你们整天 休息一些活动 或者是 想去一些特别的地方 有特别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边买衣服 除了刚刚我之前介绍了 那两间店 有卖很韩戏的男生的穿着以外 这间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叫 ESC Studio 因为这家店卖这种鞋 它是很韩戏 但它的东西会比较有性格 比方说它卖东西 会比较是 Statement pieces 它有很多位衣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图案的 这种外大的衣服 或者是外套等等 然后它比较特别是 它有自己的鞋子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一双 是你的style吗 我觉得这次Elf也会喜欢 我也是喜欢的 我最近 你是年纪大了 你就不想穿 球鞋的鞋 现在球鞋卖得好像皮鞋 这样贵 你是零人去买皮鞋 现在鞋子卖一千块 你知道吗 我去买Dr.Martens 还不过一千 八百多块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 皮鞋会有一种 会更加有性格 比较绵一点 所以我最近也是在找这皮鞋 我目前为止 还没有试过在淘宝买皮鞋 我只买过凉鞋而已 然后在众多店里面 还有一件是我常买的 叫Mr.CYC 其实很多人介绍我这件店 我其实只买过一两件东西 包括它的东西 我其实放很多 在我的购物车里面 一直还没有去下单 它有非常多 很OPPA的衣服 我喜欢是它的长袖鞋 它长袖鞋也比较不同 它很多这种 V0的长袖鞋 就非常含茜 I like it 其实它一开始吸引到我是 因为它有卖这件 Velvet的 兔子鞋 Anyway 以上这些店 就是我最常去买的 一些店 那么接下来 很多人问我TagWeb 什么是TagWeb TagWeb 其实就是一个 穿得很gay白这样子 因为它 是功能性的穿搭 战术背心啊 然后 登山外套啊 然后那种很多 标很多 Pocket的这种裤子啊 在这个年代 已经来到一个模糊的边界 它们有一个 specific的风格 你可以上面穿这样子的 Oversize 比较皮质风 的长袖衣 然后你下面配这种 很多口袋的 裤子 它都算是TagWeb 但我们可以知道 TagWeb一般 会是比较黑暗风 我在淘宝上面看 其实它的单品 价钱一点都不便宜 TagWeb是没有便宜的 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小细节 所以每一件都很贵 我觉得TagWeb的精髓 一般是在裤子 你看人家穿TagWeb裤子 是一条很多东西 头头粉 有很多格子 我就看中间来自 Yen Studio 这件裤子 看它很便宜 便宜到我有点下刀 因为一般TagWeb是很贵的 这件裤子 扣了过是 35块两脚 马币 我觉得是值得买的 但是上淘宝买的裤子 一定要先看它的尺寸 去量量你的脚多长 你才来买 不然就像我这样子 直接买到一些错的 我觉得它的小细节做到很不错 所以可以去买 你们去看啊 下一件我看中的 是一个3M反光的塑胶裤 非常的美 它是来自 蜻蜓队长 潮流购 它就是那种看页蚀整天穿的 你会配一个高袜 然后把它拉上来 然后塑紧它的那种裤 它旁边两则会有3M的反光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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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售价是136块 8毛6 它这个 HOOD这边是可以拆下来的 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带子 所以非常的 好用啦 我觉得 可以刷去借电影 然后接下来我就看中了一个BELT 来自这家店叫做 玩乐工业技能国潮店 这家店是我无一种 在淘宝上市的时候 他们打广告的时候我看到的 它里面的东西是 蛮不错的 那么这个BELT 我是非常的喜欢 它基本上就像那个 Airwax Studio 的那个BELT 这样子咯 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然后有一些不同的细节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么这一间店呢 还有卖另外一个HOOD 它前面就有写着 集业重工 这是一个PINK 结式的HOOD 两边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上面有CROCK掉它的 集业重工 我觉得还蛮帅 配个鱼服帽是非常好看的 那么刚刚这些全部是黑色 这样Tagway就不一定是有黑色的 我就看中了一个 军绿色的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么这一个叫做 TIPOKIA 的这个外套 其实是男女都可以穿的 我看中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手臂下面是有反光 然后它有很多小小的口袋 但是这件衣服我感觉上 好像有点大 要买回来才知道 它的头是高的 感觉是蛮帅的 然后这间店还有卖了一个 很不错的80光年的手环 这样我觉得你只穿很酷 然后你配上这个手环 就有点小猛虫这样 然后我觉得 除了黑色 你可以买一些白色 我觉得白色穿All White 其实也是蛮帅的 那么这间店叫做 不知道怎么样 另外一个牌子叫Stamity 然后另外一间店 名字比较拔掉 叫做B.J.H.G 不计后果 那么这间店卖的这个 外套其实蛮美的 它旁边的口袋是一个 好像sling bag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 这间 118块 而且还有很多小细节 其实是蛮美的 然后 然后我也看中了这一间 来自BAMI Shower的这间店 它的Hoodie非常的特别 它有一种 Kiram Preslon在参 ALYX的那种结合的感觉 因为它的Hoodie呢 基本上有一个橙色Label 然后前面这两条 是那种 刚才那个Belk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还蛮 蛮特别的 很少人这样做 我觉得不错 然后同一间店呢 还有另外一间 是拼接式的Hoodie 我很喜欢它的 三色拼接 但是这间店卖的东西非常的贵 全部都是150 150到200 然后 最后还有一样东西 我一直很想买的 就是我看中了这一件 是一个衬衫 那么这个衬衫上面呢 有一些铁链 还有这个 铁环 是112块 感觉是蛮酷的 但是上去买这种衬衫 其实你们要看一看 买家秀 要看有图的 然后你们还要看那种 手机画质 没有这样好的 看他们穿了怎样 你才知道买回来好好 因为有时候 真的很容易上车的 你知道吗 在这边当中哦 还有一件哦 它是一个 MA 飞行员的外套 但是它的感觉是很 tech的 是我非常讲的 这是那么多里面最贵 最贵 最贵的一件 它是来自这个 牌子叫 它是一个独立品牌的 它是一个酸面穿搭的 一个 MA外套 所以你可以反过来穿 和 两边的 这个 你可以两用来穿 两边的 pattern 都不一样的 一边呢是一般 MA外套的感觉 另外一个是 格子线条 然后它是有反光 三连反光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酷 但是这些真的是有点贵啦 Anyway 以上就是我全部想要买 但是犹豫不决的 清单啦 你们就把我决定 各位小肥先看 你们想要看哪一个我就买回来 这样因为你们 我也会把我的 budget 放宽一点的 这样我觉得我应该会有 五百到一千的 budget 去买 所以你们帮我选 OK 帮我选两个裤子 然后 两件还是三件上衣 然后拿回来 我拍我开箱就可以拍穿搭 那么 当然双十二叻 就要到了啦 我知道大家也是要开始准备剁手了 是不是 那么来到双十二 当然是有双十二的好康的嘛 好吧双十二叻 但是有很多的好康嘛 12月8号到12月12号 有红包来袭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那除了红包 我们有很多种福利的嘛 第一 天猫购物津贴 第二 抢最高的 promo code 第三 支付满简红包 那当然 12月12号当前 还有超级福利嘛 那马来西亚的专属 promo code 是TVSTAR50 从12月12号凌晨12点 一直到晚上11点59分 优惠有限 先到先得 第二 信用卡优惠 从12月12号早上的10点开始 数量有限嘛 那最后最后 还不会淘宝的朋友呢 再也不用羡慕会淘宝的朋友嘛 那因为现在 你可以直接前往淘宝 store bylumago 在mythouse shopping center 的十几间 清手体验商品 轻松扫描 下单订购 那十几间现场 还有专业的服务员贴心 教你淘宝购物的步骤 而且现场 还可以享有额外的优惠嘛 嗯 Anyway 我就在那边等你们的决定 最大的决定就是在那边留言告诉我 OK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的是 看个班试看 按下我的视频 也要记得到我的PageFollow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吗 我们下集见 这个应该是我今年的 最后一个 开箱影片 Peace out 啊 收购